阿信隨著歌迷威脅 不回覆就跳海 五月天主場阿信 常用臉書跟歌迷互動 她近日卻隨著粉絲騷擾 一名女粉絲炮為 謝浩哥 他叫我交往為前 你看寶 我很害怕 如果你看到的話 進回覆 一次又感情困擾 好拍拍 粉絲後來改口 是個沒有打賭 又Q阿信回覆 但阿信就是沒動靜 粉絲晚上九點 開始洗阿信版啦 是不是很怕我 阿信 你很忙嗎 三分鐘後又PO 你回我一下 太吃了了 太吃了了 哎呦 人家阿信就不能忙自己的吃飯 睡覺打動了嗎 還沒女粉絲等不到阿信回憶 居然亂綁大絕 你會不會不完 我先去跳海 過了幾小時 投一個帳號突然改口 這是我妹妹的Facebook 我跟你不熟 後來又崩潰PO 你和我妹妹去跳海 現在後面不信 至少回覆一下 接著更跳 痛的問阿信 還誕生嗎 對粉絲宣稱妹妹跳海 卻還有時間換臉書大頭貼 疑似是自導自演 而阿信沒回應瘋狂粉絲 倒是其他人 閒毛偶像出擊 痛皮就根本是勒索 就像昨天早上6點 阿信終於出聲了 說 最近真的很常熬夜 好啊 不就都沒睡吼 超心疼的 被引發軒然大波的女網友 所以向阿信道歉 我知道錯了 我也不想傷害你 這時候瘋狂粉絲界最有名的 就是華神的中國狂犯楊麗娟 他有個日子 還在上下 我不可以為了 他還在上下 楊爸爸會幫愛女追星 賣房子賣線 甚至釀成紙殺悲劇 爸爸的遺願就是說 他雖然死了 華神還要見 他要讓劉德華還要見我 爸爸的遺願 此時藏著華在莫大陰影 我曾經因為這個 我也去看醫生 蘋果的新聞 愛他就不要傷害他 報導 蘋果目擊100位 爆料公民 每月獨家爆料兩則以上照片或影片 如采用當月就發兩萬元獎金 爆料拿獎一舉數得 照片一千 影片兩千元 每週點閱出最高 再送獎金五萬元 村民監督社會從爆料做起 爆料請打電話 或用APP電郵等各種方式